直播怎麼個播法呢 無卡直播一條線 爛它就播了 那麼這麼簡單的一個裝備呢 基本上我們過去思考到的是 Wi-Fi直播非常的危險 畫燈就長了 跟男朋友一樣 畫切就切 一去就不回頭了 所以用刷是最保全的 所以我們對它的配套是開機 開機之後它在行程 你可以做一個初始狀態 它的初始狀態就是 普通拍照 或者是 普通錄影 那我先選的是 普通錄影 它有這麼多模式可以選 延時錄影慢動作 循環錄影 錄像拍照 錄像拍照就是編錄像每隔幾秒鐘 拍一張照片 自動的循環錄像 就有點像那個 行程記錄器 慢動作 然後這個是慢動作 然後這個是慢動作 再來這個是 延時錄像 它就不是用照片 它拍完就是縮時攝影剪好的 這是延時普通錄像 就是一般的錄影 一按就是十張 延時拍照 出來的就是照片回來要剪接 那麼延時 再來普通拍照 有這麼多功能 我們今天要用的就是普通錄影 在普通錄影下 分辨率4K 30P 4K 30P 4K 60P 其實呢 60P大部分的機種 都會存在一個 當的亂七八糟的現象 所以呢 使用性不高 4K 60P 好 這裡是選單 我們今天講解的這個叫做直播 選到最下面有一個USB 那我會拜託他們調整 把這個USB選項選到最上面 現在就變成什麼了 變成直播狀態 直播狀態這個時候呢 我們找一支Type-C手機 或者是 一般Micro USB的手機 只要是安卓的都可以 接上去之後 好 記得當然要開機了齁 抱歉這支手機不是我的 無線 好 那我會先選Wi-Fi 因為這個沒有插信號 我就先選一個Wi-Fi 以連線 好 以連線 可以上網確定 那再來選這個CAMERA FI CAMERA FI 選好之後呢 這個時候呢 精彩的就來了 它在動的過程讓我們看一下 按著不放 好 輪映 輪到 當然是屌吧 錄影的時候可以輪到 直播可以輪到 然後你還可以點測光喔 我點測光這裡 測光這裡 要用力壓齁 它這是壓力式的 可以輪到 這個就不會人 在錄影的時候可以輪到 這就不會人 而且價格居然只要7900多 好 這時候我要進入直播了 好 選直播 那直播的內容呢 就是由你這一些做決定 那我現在要播的是一個 要唸影師的齁 然後 按確定 然後按STAR 好 就進來了 就進來了 然後還可以錄音 重點是還可以調整光線 我跟你講 它可以調整亮度喔 好 這邊打勾之後 它在直播的過程當中可以做這些事情 各位看 各位看 我真的找不到一個直播過程當中可以做這些調整的 我不騙你 真的沒有 這一台真的是 真的是 真的是讓我撿到槍的一種感覺 而且流暢度非常的好 大家看我的嘴巴 大家好我是BOSS 你們好 1212 Delay很好 流暢度很好 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再裝一支麥克風 因為它本身的收音是錄影收音 沒有直播收音 直播它不收音的齁 直播不收音這時候呢 你想像它是電腦就好了 想像它電腦 然後再把這個三節線齁 插在它的對應的地方插上去 好 收音完成 這個時候選擇這裡 麥克風選擇1 麥克風選1 1就是手機 1 麥克風1 2就是這裡 好 摸摸麥 再動了 就代表進來了 好 這個時候選購 那麼我 先公開無所謂咯 那後面有細節 就包括上logo 上字幕 子母畫面 訪問 兩人作業 這些我們到時候都會 一一幫大家做解答 好 以上呢 Rica的直播 這條線呢 可以再接延長5米 然後調到天上面去 做廟會的直播 做很多的應用 總之呢 是一個不可多得的一個 新興的一個產品 新型態的一個產品 不多見的 那也希望大家多多的支持 便宜又大碗 性能又好 德國紅點設計獎 全金屬設計 散熱外殼 我玩了兩天 沒有任何熱當 在這邊跟大家報告 謝謝